斯美兰州雁斗州一席上个星期六结束补选 西蒙候选人斯特兰医生辛苦争取到第二次的机会 但却无法打败国阵候选人拿杜斯里·穆罕默哈山 后者获得10397票 以4510张多数票成功首途 不少人认为这是人民对西蒙政府执政不利的真实反应 不过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却不这么认为 还表示胜败乃兵家常事 执政党在补选获取的支持度欠佳是正常的事 另外针对资政理事会主席敦达因预计 只要政府在六个月内兑现竞选承诺 人民便会重新支持政府的看法 马哈迪表示政府当前面对一锣筐的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贪污腐败的前朝政府 盗取了国家资产击垮国家经济 政府当务之急是开源节流 充盈国库 现在我们要connect口到Can다가 利民党在网上 共诬杨人 是广资产 政府准新参加 送到 Ник兽 商库 商库 窓 商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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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库